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苹果最新的iPhone 15系列似乎需求量很大,尤其是搭载3nm A17 Pro晶片的Pro型号。 但一款供货跟踪器即日显示,iPhone 15机型的交付周期已连续第二周下降。 但人们担心,这种变化可能预示着2023年iPhone机型组合的疲软。 10月1日,摩根大通产品供货跟踪器第三周显示,iPhone 15和iPhone 15 Pro系列的交货提前期有所缩短。 目前,第四周iPhone 15和iPhone 15 Plus的全球平均交付周期为15天,而第三周为17天。 iPhone 15 Pro保持在29天,而Pro Max则从46天下降到35天。 相比之下,iPhone 14系列各机型的时间分别为2天、6天、33天和40天。 报告指出,2023年非Pro机型的平均上市天数高于2022年版本,而Pro机型的平均上市时间则低于2022年版本,这可能不是一个好兆头,尤其是在连续两周下降的情况下。 该报告指出,较低的数字加强了高阶iPhone 15机型上市后交货时间延长的可能性,因为早期的订单势头和货供应情况推动了交货时间的延长,而现在这种势头和货供应情况正在减弱。 这也可能表明,iPhone 15系列的销售组合比以往的发售要弱,低阶机型的销量比例更高。 从主要销售区域来看,非Pro机型在美国的上市前准备时间保持在15天,Pro从第三周的28天增加到29天,Pro Max从54天减少到36天。 在中国,iPhone 15和Plus的交货时间分别从一周前的21天降至4天和15天。 Pro再次停留在29天,Pro Max从43天下降到36天。 在欧洲,德国非Pro机型的交货时间仍为15天,而Pro和Pro Max则分别从32天和42天降至30天和37天。 在英国,iPhone 15和15 Plus的交货时间同样保持在15天,Pro从28天减少到26天,Pro Max从44天减少到33天。 另外,根据最新报告,搭载3nmA17 Pro晶片的iPhone 15 Pro系列型号,它们的出货量可能无法帮助阻止台积电今年的收入下滑。 据称所有渠道的需求疲软都会侵蚀台积电的年度收入。 报告中并未提及i17 Pro的晶片订单总额,但全球智慧型手机市场放缓将导致台积电今年的收入下降10%。 台积电在今年7月最后一次投资者大会上表示,由于消费电子市场需求疲软,供应链库存调整将延续到今年第四季度。 2023年销售额将同比下降10%,业内人士指出,2022年苹果站台积电营收约23%,但这家美国客户对其2023年发表的新设备市场反应平淡,进而阻碍了其供应链扩大订单。 对于台积电来说,苹果订单弱于预期,将无法抵消其他客户的晶片订单削减。 苹果iPhone 15系列的最新销量预估与去年同期的iPhone 14持平,而MacBook系列预计2023年出货量将下滑30%至1650万台,这也是台积电今年销售势头疲弱的原因之一。 分析师顾明基表示,由于客户对iPad和Mac的需求持续减少,苹果已经削减300米M3晶片订单。 全球个人电脑和手机市场在2023年第四季度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复苏。 台积电的客户、高通等其他SoC制造商在2024年的销售情况不会有所改善。 骁龙8 Gen3部会独家供货三星Galaxy S24系列,三星已宣布将采用4奈米LPP加工艺量产Exynos2400晶片。 中国媒体则称,华为是台积电面临营收下滑的另一个原因,2024年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严峻。 之前预测称,高通明年将损失多达6000万个晶片的订单。 高通正感受到,无法向之前客户出售手机应用处理器和5G数据机晶片的压力。 这种情况,预计也将损害苹果。 一份报告称,苹果明年将面临多项挑战,华为就是其中之一。 随着华为Mate60 Pro在中国获得巨大吸引力,苹果在该地区市场份额的损失将对台积电2023年剩余时间的收入产生不利影响。 据韩媒Chosen Beats报道,业内人士分析称,三星电子、台积电的3奈米工艺量品率目前都在50%左右。 尽管三星电子和台积电正在努力提高3奈米工艺制成的良率,但目前来看,可能良品率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。 而这不仅可能会造成性能问题的风险,让消费者被迫承担风险支付更高价格,或许也会影响到未来的订单竞争。 虽然目前,三星已经向中国交付了一批3奈米GAA环绕式炸机工艺晶片,但新的报道显示, 这些晶片的真实形式并不完整,缺乏逻辑晶片中的Slam,因此很难将其视为完整的3奈米晶片。 虽然3奈米GAA由于FinFET骑士场效应电晶体工艺,但也更难生产,目前良率只有约50%。 在这种技术中,由于炸机环绕在构成半导体的电晶体中电流通道的四边,与此前环绕三边的工艺相比,难度自然会增加。 一位熟悉三星的人士透露,要赢得高通等大客户明年的3奈米移动晶片订单,良率至少需要提高到70%。 事实上,如果产量良率及产量不能提升,而高通又不得不被迫支付所有晶圆的费用,那么高通骁龙晶片的价格必然存在水涨船高的风险, 这就会导致其智慧型手机合作伙伴和消费者承担后续的一系列结果,反过来促使高通转而选择台积电,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 而台积电的3奈米制程工艺,在近一段时间也成了怀疑的对象,由于苹果新推出的iPhone 15 Pro存在过热问题, 部分业内人士开始怀疑,代工A17 Pro晶片的台积电3奈米制程工艺,越来越不确定台积电的这一制程工艺是否已经完全准备好。 因此,台积电这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,作为目前为数不多拥有3奈米工艺制程晶片量产记录的公司,台积电3奈米工艺制程晶片同样存在良率未能达标的问题。 有业内人士表示,台积电3奈米工艺制程晶片采用了与上一代相同的FinFET结构,这可能是其未能控制过热问题的原因。 台积电计划在明年量产N3E、N3P、N3X、N3AE等提高良品率,降低成本。 除此之外,还有半导体业内人士透露,三星、台积电和英特尔也都在积极准备发展2奈米工艺,但与3奈米相比,其性能和效率提升并不明显。 因此,3奈米工艺晶片的需求或许还将继续持续,想要跳过3奈米可能性不高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